各位在云端里面的朋友 弟兄姊妹 很高兴我们再一次在云端见面 今天在这里 跟大家去分享 圣经这本奇妙的书 为什么说圣经是一本奇妙的书 中国人发明了国字版印刷书 中国人最伟大的发明 这个技术到了欧洲了 结果是印出了圣经来 为什么是圣经而不是其他的书 因为神要特别高举他的话 让人知道 人应该要把他最高的智慧 用在圣经里面 印刷书是中国人 智慧的一种表现 是当时的一种很了不起的技术 结果圣经也成为了 今天世界最畅销的书 也是翻译各种国家的语言 最多的书 我们感谢神 表示神是一个全世界人类的神 他不只是西方人的神 也是中国人的神 也是所有万族的神 而圣经自己是一个奇妙的书 因为神是一个奇妙的神 而圣经当中 有一本书是很奇妙的 他如同一本小型圣经 迷你圣经 他所包括的内容 是包括了圣经 几乎是大部分的内容 整个圣经的影子 整个圣经的轮廓 就在以赛亚书里面出现了 所以我们也称它为迷你圣经 以赛亚书是一本奇妙的书 因为它是在奇妙的圣经 这本书里面 是奇妙的圣经里面 当中最奇妙的一本书 我们感谢主 今天的内容 我们是属于旧约概论系列里面的 第41课 以赛亚书 圣经最奇妙的书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内容 我先给大家来看一个图表 来了解 为什么以赛亚书是奇妙的书 圣经中最奇妙的一本书 莫过于 以赛亚书 为什么它是圣经中最奇妙的书呢 那我在这里呢 那我在这里呢给大家看一个图 我就把圣经66卷书把它列出来 上面是圣经66卷 下面呢是以赛亚书 也是66是66卷书呢 我就把每一卷书都排列出来 你看看了 创世纪它是第一本书 到最后一本书 新纪念圣经的启示录 新纪念圣经的启示录是66 然后你再看看 以赛亚书 他的第一章 然后到最后一章呢 是66 总共呢 是66章 所以以赛亚书 好像一本迷你的圣经 小型的圣经 不但是张书 对比着圣经的66卷 数目相同 连他的轮廓 他的内容呢 都是非常的相似 所以有人说 以赛亚书 他是仿效圣经 来写他的内容的 但是呢 我就不赞成这样的说法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以赛亚书写的时候 他还不知道 会有新纪圣经的出现 以赛亚书 他是在新纪圣经 没有出现之前呢 就已经写成的 那我们看看 以赛亚书 怎样与整本圣经 他的轮廓 非常的相同呢 首先第一 你看看 那个圣经第一卷书 旧纪圣经 就是圣经的上半部 他的第一卷书呢 就是创世纪 内容讲什么呢 讲人的堕落 然后呢 你再看一看 旧纪圣经 最后一卷书 他是讲什么呢 他是讲到选民的 悖逆 他们辜负了 上帝的恩典 因为上帝 把他们 从被掳的国家里面 拯救出来 现在他们回到自己的 本土了 渐渐又忘恩负义 忘记了上帝的拯救 在自己的地方 又开始悖逆上帝 所以 被逆开始 也是被逆结束 结束了旧纪的历史 证明人的软弱和失败 那我们看看 以赛亚书 他就好像呢 仿效旧纪圣经的写法 一开始呢 他是记载 选民的堕落 对比 创世纪第一章 讲到人的堕落 然后呢 以赛亚书呢 讲到最后一章的时候呢 他最后一章呢 是39章 他好像是旧纪圣经的内容 很相同 很相似 因为他也是以 人的 被逆 人的忘恩 作为这个 以赛亚书上半部的结束 就如同旧纪圣经的上半部结束 是人的败坏 那以赛亚书39章是讲什么呢 他讲到 西西迦王 神刚刚从 亚书的手里面拯救他们 没有多久 西西迦王 他就忘恩负义 骄傲起来了 在巴比伦的死者面前呢 来 数算自己的非王成就 所以呢 上帝了 就差遣先知了 谴责他 说 你们这个国家有一天会被掳到巴比伦去 因为他们的骄傲 因为西西迦的骄傲 人的悖逆 人的软弱 就带来了 上帝的审判 所以呢 第三十九章 是如同旧纪圣经一样 也是讲到以色列的 犹大王的堕落 犹大王的悖逆 他的忘恩 所以呢 你想想看 这个以赛亚书 好像是知道 旧纪圣经 是这样的写 其实呢 以赛亚并不知道 圣经最后一卷书 马拉基 是讲到以色列人的悖逆 当他写三十九章的时候 马拉基书还没出现 以色列人悖逆神的 就是从被掳之地 回到他们的国土以后 再次悖逆神 这个历史呢 在以赛亚书写的时候 还没出现 还没发生 所以呢 我们看到以赛亚书 很像圣经的内容 那是旧约的部分 我们现在来 来看看新约部分 新约部分呢 我们来看了 圣经的下半部 第四十卷书 马太福音 他说 在旷野有人声 喊着说 预备主的道 修植他的路 然后你再看看 在以赛亚书 第四十章 刚好就对比 马太福音 圣经的第四十本书 然后呢 怎么对比呢 以赛亚书第四十章了 刚好就是这个内容 他是预言到 新月圣经的出现 他说 在旷野有人声 喊着说 预备 耶和华的路 在沙漠 修平 我们神的道 一切的山 都要填满 一切的山岗 都要修平 所以呢 这个呢 是什么呢 以赛亚书 他是预言到 新月圣经 的出现 因为以赛亚书 四十章 所讲的这个历史 有一个先锋 要在救主的面前 为救主 预备道路 他就是思绪约翰 为耶稣的出现 来预备人心 他刚好是在 以赛亚书 第四十章 正好对比 圣经的 第四十卷书 马太福音 他同样也记载 思绪约翰 为耶稣预备道路 然后呢 你再看 这个圣经最后一卷书 第六十六卷书 起诉 他是讲到 新天新地的来临 同样 在以赛亚书 最后一章 第六十六章 即使了六十五章也是 这最后的部分呢 就如同 圣经的最后部分 都是讲 新天新地的来临 所以 你看到没有 人类历史的开始 是堕落 但是结束的时候 是上帝 挽救了人的堕落 使天地 和人类 有一个新的开始 以赛亚书 就是一本 奇妙的预言书 他也是 从 以色列人的 堕落 然后 到最后一卷书 他就讲到 以色列人 和全世界 他们 最后 被拣选的人 蒙拣选 蒙拯救 然后 带来 新天新地 所以 历史开始 是不好的 但是 历史的结束 是完美的 是美好的 因为上帝 是一位 美好的上帝 你看到 这个书 是一个奇妙的书 因为 以赛亚书 他写的时候 他是被圣灵 所感动的 以赛亚书的 章 是后来 是 祖后 十三世纪的时候 才编上去的 而编 以赛亚书 章节的人 也不是乱编的 他也是 圣灵的感动 他的编排 刚好 与旧约圣经 66卷书 跟他的历史 他的轮廓 他的内容 都非常 能够配合 所以 我能够说 以赛亚书 是一本 奇妙的书 以赛亚书 是 在新月圣经 没有出现的时候 已经 把66章 写好了 把人类的历史 这些历史 全都 写出来的 所以 我们只能说 以赛亚书 是一本 奇妙的书 他 之所以 奇妙 因为 以赛亚 不是 以赛亚书的 真正作者 真正作者 是上帝 他自己 我们的上帝 是一位 奇妙的神 所以 把 以赛亚书 写成了 也成为 一个 奇妙的书 你知道吗 1949年 在以色列那里 有一个牧童 发现了 十海骨卷 而十海骨卷 就是 旧约圣经 他在山洞里面 发现的 过去 有很多预言家 他们说 奇怪 为什么 以赛亚的预言 都真的 发生了 而且 以赛亚书 预言的 那个 世袭约翰 耶稣的事情 以色列的命运 全都 都发生了 他们只能说 以赛亚书 一定是 写成在 新月圣经之后 意思是说 以赛亚书 不是预言书 他是 写历史 只是因为 他披上了 预言的外衣 叫人感觉到 他好像是 一本神奇的书 是一本神的书 其实他不是 他是历史 他只是 叫那些 信上帝的人 更加敬畏上帝 觉得他的神奇 然后更加的去 敬畏 他们的上帝 这种讲法 是非常荒谬的 因为 神能够叫人敬畏 神不需要 叫以赛亚书 用历史书 写成历史 就说是预言 用这种方法来欺骗人 叫人敬畏他 神是神奇的 神就是神 如果他不神 就不是神 死海骨卷 发现 证明一件事情 证明 以赛亚书 他的确 是在 新月圣经之前 新月的历史之前 就是 施洗约翰出来之前 耶稣出来之前 已经写成了 因为后来 考古学家 他发现 死海骨卷 里面最完整的 一卷书 就是以赛亚 鉴定 他的联份 就是在耶稣 新月时代 出现之前 以赛亚 已经把预言 完全的 写出来 而且 也完全的 应验 只有一小部分 没有应验 就是耶稣 再来的事情 我们 知道 这些事情 只日 可待 因为 过去 大多数 都应验了 我们相信 圣上那一点点的预言 都会在上帝 奇妙的带领之下 完全应验 以赛亚书 是一本 奇妙的书 现在我要用 另外一个图表 来帮大家 去了解 和明白 清楚的知道 以赛亚书 它的内容 轮廓 是 相似的不得了 内容 也是 相似 甚至 有一些地方 是相同 我们只能说 以赛亚 它是一本 预言书 而圣经 是 圣经的历史 是以赛亚 的预言的 应验 特别 是在 那个 新月的部分 新月的历史 全都在 以赛亚书的 预言里面 出现了 我们来看一看 新旧月圣经 和以赛亚书的 比较 旧月 是66卷 而以赛亚书 也是66章 新旧月圣经 上半部 是旧月 有39卷 而以赛亚书的 上半部 你也可以 分为 39章 是对比 圣经的旧月 部分 然后呢 圣经的 下半部 有27章 是圣经的 新月部分 而以赛亚书的 下半部 也是有 27章 对比 新月圣经的 27卷书 然后呢 旧月 它是讲 律法和审判 以赛亚书 也仿效 旧月的内容 它也是讲 律法和审判 它讲 以色列人 违背律法 讲外邦人 违背上帝 神 也预言了 它将要审判 以色列人 也审判外邦 所以 旧月圣经 是律法和审判 而以赛亚书的 前半部 也是律法和审判 然后呢 新月圣经呢 是讲 安慰和拯救 神呢 最后 安慰他的百姓 也拯救他的百姓 在以赛亚书 第40章 他预言 新月的历史 出现的时候 他用了一句话 他说 你们要安慰 安慰我的百姓 然后呢 就讲到 世袭愿恨的出现了 就是旷野有人 喊着说 然后呢 讲到救主的出现了 这个 以赛亚书的下半部啊 也是 预言了 神 在新月的历史 出现的时候 他会 安慰他的百姓 为他的百姓 预备救恩 神 不会永远怀路 永远的审判 神 要拯救他的百姓 我们感谢主 但是呢 有一个条件 人要悔改 好 我们再看了 圣经的第一卷书 就是讲到人的堕落 创世纪 以赛亚书第一章 他是讲到选民的堕落 然后呢 你再看看 圣经的第四十本书 马太福音 新月圣经的开始 他在这四十本书里面 出现了新月的历史 而这个新月的历史 刚好 他的预言 就在以赛亚书 第四十章里面 已经预言了 这四十章 也是四十 他已经预言到 新月时期的来临 所以 以赛亚书 第四十章 是以赛亚书的 下半部 与上半部的 分水岭 上半部 一到三十九章 是 旧月的部分 仿效旧月 然后呢 四十章呢 是预言 新月的出现 是新月时期的来临 他是完全是预言 所以以赛亚书 不是在新月圣经以后写的 是在新月圣经出现之前 写的 他是预言 他是奇妙的书 然后呢 你再看了 这里 这里这里 圣经的六十六卷书 这是圣经的最后一本书 他是讲到新天新地的来临 同样了 这个新天新地的来临了 是在以赛亚书第六十六章的时候 已经预言到将来历史的结束 是万象更新 因为神拯救了他的百姓 神也挽救了天地因人犯罪堕落 而带来的玷污和破坏 最后一切的更新了 成为新天新地 神的藏目在人间 神的恩典在人间 人类的历史 最后 以上帝的荣耀 作为圣经最后的那个彰显 我们感谢神 所以弟兄姊妹 看到没有 以赛亚书是一本奇妙的书 弟兄姊妹 为什么我们说 以赛亚书是一本迷你圣经 因为他的主题跟圣经很相同 新旧约圣经的主题就是 耶和华是我们的拯救 而以赛亚他的内容就是讲这一个 完全吻合相同 以赛亚他的名字就是耶和华的救恩 耶和华的救恩就是以赛亚的名字的意思 新旧约圣经比较强调了 就是神是全地的救助 而以赛亚也是这个主题 但是呢 他比较强调的是神是选民的救助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当时以赛亚书是写给犹大国的 犹大国呢 是大魏王朝所建立的联合王国 以色列国的国度 但是呢 在所罗门的时候呢 就分裂成为以色列国跟犹大国 一个是北一个是南 北国是以色列 南国是犹大 当时中东兴起的一个霸主 亚述帝国 他非常的强大 已经把中东所有的大大小小的国家呢 都已经吞聘了 只剩下犹大这个小的国家 如果亚述帝国要摧毁他 要吞聘他 是易如反讲啊 但是呢 他们却踢到铁板了 为什么呢 因为神为这个仅存的犹大帝国 兴起了先知以赛亚 以赛亚的名字就是 要告诉选民 耶和华是拯救 耶和华是救恩 耶和华是他们的救主 你们不要怕 所以啦 当亚述帝国正要入侵犹大的时候 以为呢 这个小小的国家随手可得的时候 耶 以赛亚却带领当时的犹大国 西西加王 专心依靠神 在那一夜 神就把亚述帝国的十八万大军呢 全部殲灭 犹大因此得了拯救 所以犹大国的人啊 他们就因为这件事情啊 真的是看到是一件神迹 许多的国家都死了 都灭亡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不依靠耶和华嘛 唯有犹大国生存下来了 因为神借着先知以赛亚 拯救了他们 所以弟兄姊妹 先知以赛亚 他要传达给选民的信息 就是神是独一的救主 无论你的敌人多强大 无论你的困难有多艰巨 只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一切的艰巨的困难 都可以迎刃而解 弟兄姊妹 你目前遇到什么的难处呢 你有没有专心的依靠耶和华 他是救主 他是你的救恩 以赛亚书呢 他还有了很多的主题内容啊 里面很多的分题内容啊 跟圣经是相同的 或者是相仿的 那我们来看 新旧约圣经 他一开始指出人的堕落 而以赛亚书呢 一开始呢 就指出选民的堕落 新旧约圣经呢 是预言到神 有一天要拯救 而以赛亚书也是预言到神 逼拯救他的百姓 圣经预言到以色列 这个神的选民 有一天 他们从被鲁之地 归回到本土 在以赛亚书 他也是这样写 以色列有一天 要回归本土 所以跟圣经是内容是一样的 然后呢 圣经 新旧约圣经是预言 以色列全家要归主 无论在新约 旧约圣经都是这样预言 以赛亚书呢 也是预言 以色列有一天要全家归主 然后圣经呢 是讲到 旧主 是女人的后裔 而以色列书 他就回应圣经的 那个主题 他说 基督旧主 是同驴怀孕生子 他是同驴怀孕所生的子 我们感谢神 以色列书回应了圣经的主题 然后呢 圣经呢 是预言和记载基督的生平 而以色列是一本详细预言 基督受苦和再来的一本书 圣经的最后部分呢 是预言到千禧年 和新天新地的来临 同样在以色列书 最后也是写千禧年 和新天新地的来临 所以我们看到 以色列书 他的内容 跟圣经相同 也相仿 圣经以色列书 里面还有很多的内容呢 是很奇妙的 很精彩的 由于实践的关系呢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下下礼拜 新月概论的第46讲 彼得前书 由正根仁老师来主讲 而我的主日学 以色雅书 圣经中最奇妙的书 会在6月18 会继续的 跟大家来讲 更精彩的内容 希望大家 能够继续的 支持我们的主学 愿上帝 祝福你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